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女主却被一本杂志所吸引 原来其中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夏至当天可以与死者交流 这正中女主的下怀 因为非常想念妹妹 当然想试一试用这个方法来和妹妹交流 镜头一转几个人来到了别墅 几个人分别到别墅房间里去收拾东西 女主也进入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她看着熟悉的室内摆设 又陷入了妹妹自杀那天的回忆 妹妹自杀的时候 她好像经历了非常可怕的事 金发女主在整理妹妹遗物的时候 找到了一个钥匙扣小熊 正整理的遗物 突然间她听到了厕所有呼噜的声音 她把小熊扔进箱子 去卫生间查看情况 谁知道打开水龙头 流出的不是清水 却是黑色的污水 这时候卧室又传来奇怪的声响 金发女主透过门缝 看到了有一个人影闪过 女主进入卧室 发现收纳箱被人打翻了 但是她没有看到人 于是她也没有多想 只是把箱子重新整理好 收拾好 晚上女主洗手的时候 又出现了幻觉 原本白白净净的手 突然沾满了污泥 而且手指甲也断了 流血了 再定睛一看 发现手还是白白净净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又做梦 梦到一个人去拿小熊钥匙扣 醒来一看 地板上出现了一溜泥脚印 金发女主跟着脚印走出屋外 发现汽车车灯亮着 于是她走进车里 但是车里并没有人 她没有多想 拔下车钥匙就打算回去 谁知道走到一半 车灯又亮了 女主很害怕 问到底是谁 当然没有人回答 于是她又回到车里 发现车座上 是她之前拿的钥匙扣小熊 第二天 其他人检查了车子 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此时的金发女主正在尘跑 谁知道意外之间掉到一个泥坑里 弄得满身是泥 休息时候 隔壁的老王又来找他们 说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来找她 此时女主又看到了那本 关于夏至 可以和死者交流的杂志 于是她回去超市问小强 她是否知道这些事的细节 小强说 因为祖母的关系 她多少是有些了解的 于是女主就邀请她参加晚上的派对 小强欣然答应 在回去的路上 女主的车突然抛锚 而且路上出现了诡异的小熊钥匙扣 透视镜还出现了诡异的人影 晚上女主和朋友说起这几天 她经历的诡异事件 可是朋友们都觉得 这只是她的幻想 因为她们没有察觉到什么 派对的时候 女主向小强叙述了这几天发生的怪异事情 小强说 可能是因为双胞胎的原因 他们两个灵魂还相连在一起 女主一直收到钥匙扣小熊 是因为她受到了诅咒 于是给她做了一场通灵仪式 本来其他人都嘻嘻哈哈的 但是突然出现了水柱 还有一些奇怪的现象 让他们不得不重视起来 女主突然之间被拉下了水里 她看到了一些景象 有她妹妹的脸 还有泥土 还有人影 在晚上金发女主用布把钥匙扣包起来 打算埋到土里面 因为小强说 这样就可以把诅咒给消除 然后第二天 钥匙扣小熊 还是出现在了浴缸 回到卧室 她发现一张照片 照片上正好是那个邻居老王 于是他们偷偷潜入老王家 想从老王的家里得到答案 他们在老王家里 找到了那个女孩的报纸 女主问 这个女孩是谁 小强说 这个女孩是老王的女儿 而且这个人在一年前就失踪了 到现在还找不到人 晚上女主突然未步不适 开始吐出大量泥水 同时又开始潜入幻想 一醒过来 女主突然毛色顿开 他跑到他摔过了的大坑里 挖出了一具尸体 他和小强在这看着尸体 其他人去报警 其中一个同伴面色不对 陷入回忆中 原来是这个男的一年前和妹妹 在这里玩耍 不小心撞死了老王的女儿 两个人为了脱罪 把人埋了起来 妹妹因为承受不住心理的谴责 自杀了 妹妹的灵魂也一直指引姐姐 找到女孩子的尸体 最后真相大白 男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好了 电影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你 Young Jons 我给你责叶 oth one 你老板